《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全景式 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的长篇小说 全书分为三部分 历经六年 于1986年12月首次出版 陆瑶是该书作者 本名王卫国 1949年出生于陕西陕北山区 1973年开始文学創作 1988年完成百万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也是一部小说形式的家族史 作者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 又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广阔背景下 在小说中 玄境式地描绘中国城乡社会的发展演变 该书主要围绕孙少平 孙少安的人生故事进行展开 兄弟二人性格差异明显 一个是与命运抗争的奋斗者 一个是坚持知识就是一切的出走者 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中国社会普通人 人生奋斗的量级经验 路遥用温暖的现实主义 向大众传达了自强不息 厚得在物的精神传承 正因如此 《平凡的世界》产生了广泛 而又深刻的社会影响 1991年 《平凡的世界》获得中国第三届 矛盾文学奖 《白鲁园》作者陈忠实曾这样评价 《平凡的世界》是矛盾文学奖黄冠上的名著